国内大事 百秒天下来树立一组国内焦点新闻 近日 国家发展改革委组织实施社会服务设施都底线工程 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30亿元 支持儿童福利 流浪乞讨人员救助 基本病葬服务 精神卫生福利 退役军人保养优福 残疾人康复脱养设施等项目261个 记者从工信部获悉 2021年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规模达31.4万亿元 占GDP比重达27.4% 自2010年以来 我国制造业增加值已连续12年 世界第一 记者昨天从中车诸州电力机车有限公司过去 由我国拥有完全自主知识产权的 首列商用磁服3.0列车 在同济大学高速磁服试验线上 完成了相关动态试验和系统连条连试 这款商用磁服列车 设计时速为200公里 该列车由地面运行控制系统控制 可实现无人驾驶 昨天晚上 北京冬残奥会轮椅冰湖循环赛继续进行 中国队以9比2击败拉托维亚队取得8连胜 以8胜两负的战绩排名循环赛第一晋级半决赛 半决赛将会在今天下午进行 中国队将对阵加拿大队 在这里我们也预祝中国队取得好成绩